爸 如果要是你女婿给你买了辆车 你会有啥想法 啥 买车 爸 你干嘛去了 我拍视频呢 买什么车 买车 超级开手铁 都瞎花钱了 你过来 我跟你说 他真买了 爸 是这样 你做好心理准备 你女婿呢 把你的车给卖了 别急啊 他给你买了辆新的 你是不是都我玩了 他现在已经在回来路上了 所以我记录一下 因为他觉得 你养育我这么大 咱们家就我一个女儿 你跟我妈一直都挺不容易的 他看那车开时间长了 想给你换一个 就当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了 吃到哪了 吃白的 你看 你车没了吗 真卖了 新车就在前面请着呢 看看去 买了啥车呀 是不是适合我拍呀 肯定适合你拍呀 这儿玩了 来了 挂挂的摇摇车 哈哈哈哈 吃啥玩意的车 吃我的开玩意 拍着拍着你别生气 这个车为什么给你买呢 因为其他的车 我觉得你可能都坐过了 但是这个车 你可能给你没坐过 所以你知道是我们儿女的一片新衣 就收下他 坐上去 感受感受 拍着呢 拍着呢 宝宝巴士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姐姐 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拍完了吗 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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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书